今天的缤分果蔬季 我们去鱼米之乡 江苏苏州 眼下当地的特色水产芊石 正在陆续进入采摘期 作为当地水八仙之一的芊石 采摘那可是个技术活 吃法也有很多独到之处 详细的情况 马上连线本台记者毛俊 毛俊你好 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的北连村 那么这个地方 现在整个种植的芊石 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丰收季 就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 当地下了一场急雨 雨现在刚刚停 您看师傅们又得忙活起来了 因为芊石一旦到了成熟季 这个采摘可是一刻都不能耽误的 看看我所在的这样的一片 芊石的种植基地 我一个成年人把双臂打开 在这样的一大片叶子面前 还是显得非常渺小 您就知道这儿的芊石 长得有多好了 看上去这个池子像不像是 种满了一池子税帘 没错 芊石其实也是税帘科的一种 和我们看到的税帘 有相似也有不同 就比如说您看我面前的 这样的一片叶子 其实表面坑坑洼洼 高低不平 但更重要的是 把这个叶子翻过来 您看看背后 在这些脉络交替的地方 其实都有一厘米长的刺儿 一弄不好就会扎手 所以说我们在采摘芊石的时候 不仅仅要穿上这样的胶衣 站在奇蹊深的水中 还得戴上手套 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护 在当地 芊石还有一个土名字 叫鸡头米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大会给您揭晓 既然是睡莲科 那会有可爱的小花朵吗 当然有 看看在我面前 就有一朵小小的 这样的一个芊石的花朵 那么紫色的花瓣 非常的漂亮 当然了 现在已经到了六点多钟 它要睡觉了 芊石果子 其实就孕育在这当中 等果子成熟之后 它就会非常的重 慢慢的沉到水下去 所以我们在采摘芊石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得弯着腰 去水里面来进行摸索 采芊石当然得有独特的工具 看看我今天手上 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 竹子做的小竹刀 那哪些地方会有芊石呢 刚才大哥教了我一招 说比如说像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叶子 如果是比较嫩的地方 就可能有 我要用刀 把它先摸到了一个 我把它划开 小心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芊石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摘脸碰的吗 如果摘脸碰 大家是直接把它掐断 但是芊石不可以 我得拿着这样的一个地方 掐一下 再掐一下 等于是把它给掰下来 然后这样的一段果皮 还得留在里面 这是因为其中的梗 它是空心的 如果全部把它掐断 水进入到了芊石当中 会影响接下来的收成 这个芊石 每隔五天就可以收获一茬 看看 这就是我刚才采出来的鸡头米了 多挖了一点 给您瞧瞧 这个地方都是金黄色的 这就是成熟的芊石 那我再看看 刚才我们就采摘了这么多的芊石 因为下了一场急遇 都已经接了半盆子水 芊石怎么剥开呢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慢慢地把它给挤开 一粒一粒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芊石米 像包石榴一样 当然了 这样的一个芊石米 还并不能吃 因为它表面非常的滑 而且还会有这样的一层皮 得用专业的护甲 慢慢地用手 把它给剥开才行 您知道吗 现在在苏州当地 这样的芊石米 已经是可以卖到了 100到120块钱一斤 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三个原因 一方面当地的水好 种植了这么好的芊石 另外一方面 芊石的采摘 一般都是在早晨 或者晚上避开阳光直射的时候 非常的辛苦 更重要的是 像这样的芊石 必须靠手一点一点 把它给剥开 如果用机器剥的话 就会影响它的品质和口感 和卖相 所以比较费人工 多数因素结合 120多块钱一斤的芊石 可以卖出优质牛肉的价格 依然是供不应求 好 解答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称之为鸡头米 您看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就像一个小鸡的脑袋 和一个尖尖的嘴 那么鸡头米的名字 也就因此而得来 像这样的一亩鸡头米 一共是从8月份 到10月中旬的采摘季 可以采摘 每隔5天采摘一茶 就是10到12茶左右 所以平均下来 一亩地可以收成 一年的1000到2000斤左右的鸡头米 那鸡头米怎么吃呢 来 看看面前的画面 在我们的田径地头 摆了一个简单的桌子 看上去有些简陋 但是味道是不错的 在苏州当地 最讲究的美食 就是要清新爽口 不要浓油吃酱 所以您看过 我们用鸡头米 炒当地特色的淡水虾仁 或者说把鸡头米 放在开水里面煮一下 就煮几十秒钟 千万时间不要太长 捞起来之后 我们加上百合 加上蜂蜜 加上桂花 就是非常清新爽口的 这样的一种鸡头米羹 非常非常的美味 对于当地的村民而言 鸡头米已经是他们 致富的一种手段 对更多的苏州走出去的朋友而言 鸡头米也是他们浓浓的香愁 现在鸡头米的采摘季 已经开始了 也祝村民朋友们 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好 好的 主持人 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好 谢谢毛俊的介绍 采嵌石的技术非常的扎实